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那我们今天做第二次了,就是关于这个国际特赦组织的事件 就是关于一个维吾尔学生是不是抵抗之后失踪的问题 这件事呢,是可能一刹那一刹那 你可能会在这个新闻看到之后呢,没有那件事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其实它深远影响很大 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英国,关于这个是阳川的鬼本的一些功能 这些活动被取消的问题,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希望借这两节的机会和大家讲一讲 那首先我们讲到,要有时间我们就讲回专止的一些说法 那希望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和利用SewaFans的功能赞助我那一本节目 多谢大家 那我们先讲在独媒的报道了 国际特赦组织AI,Amnesty International 声称维吾尔学生抵抗之后失踪 特区政府严厉谴责,坚决反对 毫无根据无中生有,又是他贷毒,立心不良之类的说法 不断炮轰Amnesty International 需要这样呢?那究竟你信谁呢?那我会说没有,因为我没有掌握到 入境去到香港的所有人的记录 而且这个维吾尔学生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延伸,被人捉下去 也没有人在鼓鼓呼,所以在这个地方里,单凭外面的证据 究竟我们会信谁呢?那我稍后会分析给大家听 根据独媒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在前日5月26日 表示一名维吾尔学生在5月10日,今个月10日抵达香港之后 疑似在机场被中国公安问话,说之就是中国公安在香港执法 问话,然后就失去联络兼失踪 香港特区政府回复独立媒体查详时表示 说这名人士并没有入境,或者曾被拒绝入境香港 总之未曾入境,也都未曾被拒绝入境香港 但他没有否认他黑名单人士 他之后呢,他只是说这个人士并没有入境 并没有入境,就是没有这个人入过境 也都未曾被拒绝入境香港 并强烈谴责言论毫无根据,无中生有 就是立心不良,抵毒 用这个说法来讲这个国际特赦组织 其实事源于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5月26日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在官方网站表示 维吾尔学生阿布都雷克曼 阿布都雷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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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读这些文 他中文写阿布都雷克曼 在5月10日乘坐国泰航空 CX,由韩国入境香港探望朋友 韩国入境香港探望朋友 但在向一名朋友发送信息之后 就失去了联络 信息中提到 他在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之后 接受中国公安的文化 敦促香港特区政府交代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 阿布都雷克曼 出生在中国新疆 克拉玛伊市 曾经在韩国首尔读书7年 在2022年去年取得体育产业与休闲专业的博士学位 他的朋友说他说话温和 是勤奋学习的学生 最大兴趣就是踢足球 对于失去联络 国际特赦组织由于指阿布都雷克曼 有出国旅行的记录 因此被中共政府列入新疆维吾尔人 和其他穆斯林的观察名单 今天独立媒体就这件事在当局查询 政府发言人斥责国际特赦组织 毫无根据 无中生有 既同抹黑特区的政府的言论 予以强烈谴责 从来都没有说抹黑特区政府的言论 我只是为了中国公安 在香港NAI 有中國公安在機場向這個人問話 之後失去聯絡 從來沒有譴責過香港政府 只是希望你交代 然後你就說 你就是抹黑特區政府的言論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特區政府表示當局記錄 顯示該命人士並沒有入境或曾被拒絕入境香港 當局斥責這個組織在沒有查核真相 就肆意攻擊特區政府 詆毀香港的人權狀況 抵獨之心顯而意見 對其立心不良的言論予以強烈譴責 並要求對方就其不實言論 道歉要他跪低 反正他要了人跪低 要了明報跪低 要了國泰航空跪低 要了那些所謂的其他各樣東西 要一些捐贈器官要取消的人 又要跪低 那麼多人要跪低 那就不爭再對這個國際特赦組織要跪低了 我就說了 這件事是這樣的 你會相信誰呢 這一個是對的 特區政府說的東西是對的 即是說他沒有入境 從未入境 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沙安白做 還是國際特赦組織說的對 那麼在沒有坐正的情況之下 我們憑常識去做一個推斷 一 人家國際特赦組織都沒有說過特區政府 說是特區政府的錯 只是希望你交代 事源是5月10日 這位維吾爾學生抵達香港機場之後 就被中國公安問話之後失聯失蹤 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有交代 說了清楚情況 沒有譴責你 你為什麼要抹黑你呢 說抹黑應該中國政府也不順道理了 外交部專員公署也不順道理了 連到中聯辦也不順道理了 你出來說什麼呢 第二件事就是 今時今日 你真的沒有入境記錄的 他一個維吾爾學生 一落機 一出機 就立即被一個中國公安 拉在一邊問話 在機場某個地方 你就問話 可能是 應該極大可能 可能是港府 一些入境處官員 給一個房間 專門給中國國安或公安 執法的 黨國直接在這個地方 拉去問話的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拉了去 反正你國安法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違法 你這個 特區政府 拉去問話 之後就立刻 國航有班機 你不要搭國泰了 搭國航 立刻由香港去北京 送了你 拉了位去烏魯木齊 行不行 行 他沒有入境記錄的 這個人只是抵達香港機場 在禁區範圍內被中國公安問話之後 帶走 那你就沒有入境記錄 所以你說得對的 你沒有入境香港 yes 也從來沒有被拒絕入境香港 yes 都與你無關 所以你說這些 irrelevant 香港政府 現在的point 就是說 有沒有中國公安 國安 或者其他中國執法機關 在機場執法 所以你說 人家指控你的東西 並不是說被拒絕入境 人家指控你的東西 就是機場被公安問話 由失去聯絡失蹤 你有沒有reading comprehension的障礙 越讀理解 越讀理解 聽寫障礙 讀寫障礙 人家從來沒有控告過 你拒絕入境 人家就說 機場有公安執法 你說不要 How do you prove the negative 是不是 你說不要 還有 第三 我從很多的一些 看電影 看童話故事 或看其他的東西都知道 其實那些一路在那裡 嚴厲 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爆爆的說話的時候 其實就傷害到他的同處 當共產黨越生氣 當香港越生氣的時候 就是你傷害到他的同處 第四 AI 我認識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人 他們當然 就是一個國際 很大型的NGO 一個是 重要的民間團體 基本上 他不試入到 每一個國家的政治紛爭 只是從人權角度 去處理問題 你說這些事情 他已經舉出了初步的證據 這些是攤開出來的 5月10號 成了國泰航空的班機 從韓國入境香港的時候 探望朋友 向一個朋友發送信息之後 失去聯絡 其實這一位 在香港的朋友 其實我很擔心他的案例 他的信息有沒有capital 其實已經 國際特赦組織已經知道 分分鐘告這個中 香港朋友 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國安法 無期徒刑 所以我也很擔心 這個 既然這個已經公開新聞 我不妨說 國際特赦組織肯定 我做一定的證據 就是說這位香港朋友 收到這位阿布都雷克曼 這位維吾爾學生 的短訊 的訊息 之後 進來就收到聯絡 換言之 這位香港學生 已經沒有釘上 所以國際特赦組織 需要關心兩個人 一個就是這個香港的朋友 另一個就是那個阿布都雷克曼 OK 那希望這位香港朋友 及早離去 你這個險地 空地 絕地 是沒有辦法 救共產黨的爪牙鏈的 這個是我真的很誠心地呼籲 如果他能夠走得掉 當然開心 走不掉的話就很麻煩 好了 有了基本的佐證 然後說人家 你說人家殺 安白做你 這個問題就是 中國國安公安不交代 中聯辦 港澳辦 外交部 專員工處 甚至所有的一些解放軍部門 完全不會交代任何事情 他們就是消聲匿跡 所以你問我 我會傾向相信 真是有這樣的事 真是有失蹤的情況 這些情況令人亂想 在2019年 有很多聲稱失蹤的人口 這些不只是浮屍的問題 就是失蹤的人口 有多少呢 當時有很多這樣的盛傳 又說走路鬼 又說這個新屋嶺 又是過河 又是不見了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這些東西 全部是空月來風嗎 你會覺得這些東西 今次的事件 是第一次發生嗎 這次不是第一次發生 以前肯定有發生過 而將來也會繼續發生這些事件 換言之 你只要在香港轉機 你就不要心存僥倖 一落機就塔利 塔利可以直接送送 他說我沒有入過境 我入出境部門 我電腦的單位 電腦的機構 真的沒有你的紀錄局 真的真的真的 他沒有騙你 香港政府 真的沒有紀錄入境 因為他在禁區 禁區地方已經拉走了 現在譴責的地方 是中國公安執法 而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是容任他這樣做 當然是 黨國一體 全面管治權 愛國者治港 當然是這樣的情況 愛國者治港 將這些 他認為是反政府的 反國家的 他認為 的人士全部拉殺 而這個人士 從事著什麼行為 什麼都沒有 溫和 勤奮學習 踢球 只是出過國一段時間 是不是牽涉到 他在國內 國外的 那些言行 或者他家人的一些事情 應該做人 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 殺人如草不民生 絕對將他 沒有一件事 算數 這個是我分析 所以我覺得事情 是真實有發生 我比較傾向相信 AI的說法 在沒有一個佐證之下 我們只是相信 而沒有實證 我只是說 這是一個 belief 而沒有辦法實證 但是我覺得 從雙方的 好壞 或者行事的作風來講 我們就很清楚 誰值得可信一點 另外在英國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英港人組織 新成立Continue K-O-N-G-T-I-N-U-E 是好朋友 鄭家朗 Isaac 等人一起成立 另外還有 英國港橋協會 Hong Kong Girls in Britain HKB 這就是鄭文杰 Simon 所成立的組織 另外就是 陽川2.0的團隊 三個團隊 就是Continue 新的團隊 因為他很想做文化教育工作 英國港橋協會 HKB 和陽川2.0亭第一縣 在星期一 二十九日 在華語英格蘭南部的 Gilford Baptist Church 喬覆浸信會堂 舉行 陽川保衛戰 公義教育 日營活動 是一個day camp 但主辦方 在活動前兩天 突然宣布 被長地方取消租約 由於未能及時找到替代場地 他決定取消活動 這個特集成 最生氣才取消 等到你的活動都搞不成 因為提前告訴你 你會找其他地方 你兩天前突然宣布取消 即是說你沒有辦法到家 你的地方機會很大 現在就搞到他這樣 這是英國 是Gilford Baptist Church 的浸信會 究竟是甚麼原因 是不是有些技術原因 還是政治原因 主辦方他先解釋 原本同意出租場地的 僑福浸信會堂 初時是新入職員工 不知道當日是公眾假期 教會不開放 唯有取消活動 即public holiday 但後來經過主辦方追問 提出更改日子之後 才承認和活動性質有關 這件事已經是事可因素不可忍 你做個Gilford Baptist Church 你真是說這些說話 騙人的 即是你之前說公眾假期 教會不開放 這句說話 騙人的 喂 我們基督教 宗教的教義 有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文 你又不講真話 又不行公義 又不好憐文 你做甚麼 做撒旦魔鬼的化身 Gilford Baptist Church 滾蛋吧 香港的人 如果在這間教會去做敬拜的話 退會吧 去其他的教會 不要再在這個地方 我不會去說 所有英國的教會都是這樣 不是 是這間Gilford Baptist Church 僑福浸信會堂 再說一次 Gilford Baptist Church 僑福浸信會堂 你這樣也說得出來 之後你改變了 終於承認和活動性質有關 即是之前你講假話 之下 你是行邪惡 你說呢 教會信件中表示 他們初時未意識到活動 和陽川日營有關 由於 基督教會團體 由不同國籍人士組成 即是由中國人 去到那個地方去做 喂 你是英國的教會 你應該歡迎英國人去參加 敬拜 由不同國籍人士組成 即是由中國人 在你的地方敬拜 那些中國人 就看到陽川日營 很生氣 於是想退會 要脅你 或者你怕他要脅你 自我審查 或者他已經發了訊號 或是中領會跟你說不行 於是你就說 為了 那些其他的教友 那些其他的教友 的心情 於是乎呢 你就不行公義了 你也不好練習 OK 並了解到陽川繪本的潛在問題 嘩 了解到陽川繪本有什麼潛在問題 頂多就是 一兩年 Gilford Baptist Church 是不是 什麼潛在問題 沒有潛在問題 沒有潛在問題 國安法 是不是 國安法 認事帳條 第九條 是煽動海蜜 是不是 又不是拉來 你怕什麼呢 憂慮對團體大陸影響 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你就是承認了 香港政府的長臂管轄權 香港政府的 國安法的域外效力 你才會對團體有影響 我不是 是有些人退會 那些年輕人收了的 退會 沒有十一奉獻 失了 沒有錢 於是決定取消 批出場地 你說就說清楚 我怕我沒有銀用 那些有銀那些賤精 不給錢我的時候 我不行 於是你不要來搞了 你不是說白一點 那你說白一點 你就不是 Church You are dead of thieves OK Continue的創辦人 兼負責人 鄭家朗 Isaac Chan 就向自行亞洲電郎 表示 活動員計劃 以遊戲方式 帶出不公義 對社會 對個人生活 有什麼影響 符合英國基本價值 當然是 對於justice 和diversity 都很重要 而英國外相 日前發布的香港半年報告 同樣對洋村案表達關注 但中國的影響力 正蔓延到英國本土 使教會等團體承受巨大壓力 而被迫取消場地 他們的情況感到憂慮 並希望英國政府深切關注事件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在2020年起出版以反送中運動為 北京的洋村系列兒童會本 5名工會成員因而被控 串謀刊印 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罪成被囚 其後海外的洋村2.0團隊 將洋村系列 重新以電子書上載 製作有聲書等等 被前特首CYLing689點名說 外部勢力挑戰港版國安法 近日更加聲言要隔陽報警 要求英國警方調查 神經病 惹你殺我 今天鄭家朗認為 事次活動場地被取消 與689的攻擊有必然關係 他表示 689雖然已經卸任香港特首 但仍然是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 即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副主席 因此 689的公開直接施壓 或者令到部分英國組織感到恐懼 這三個活動主辦組織 即Continue 即HKB 和洋村2.0 在星期五月28日發布聯合聲明 對人權和公民教育活動的審查 由香港延伸到英國 感到震驚和遺憾 並對英國本地機構或無意中 默許或縱容跨境鎮壓感到擔憂 呼籲英國公眾和政府堅持多元和自由 Diversity by Freedom的價值觀 對於跨國打壓保持警惕 Simon Chan 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 接受RFA專訪時表示 這次定非單一事件 過去不少港人團體 在英國尋找活動場地時 屢屢碰壁 更曾寫著 《香港加油! Free Hong Kong!》的標語工藝品 在英國市集被要求下架 認為有必要議政視聽 他認為相關英國本地機構 並非被中共收買 而擔心港人活動會引起爭議 刺激到部分人士 因此以政治中立為由做黨戰牌 不過他強調 人權和公民自由教育是當下 供英國社會共識 呼籲英國本地機構 不要被中共利用 將港人宣揚的價值 視為偏激和引起仇恨的政治立場 我想這件事相當常識 根本 有些人故意裝睡 有些英國的一些投共分子 或者被人統戰分子 有些這樣的垃圾墮落的教會 更加需要嚴厲譴責 自由亞洲電台也去信 僑福浸信會要求回應 但截稿之前未獲回覆 所以我想這宗新聞 需要大家深切關注 一宗是維吾爾學生來香港 就是被人拿走的傳聞 另外一宗就是關於三個組織 在英格蘭南部的 Gilford Baptist Church 搞的這個洋村日營的活動 被打壓 取消租約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證實 當然 所以在香港 依然有人繼續奮力 去堅持下去 尤其我看到 是這個 尊子 我看到多樂媒體 是對尊子 訪問 面對著當時下雨的維港 為說 煙雨淒迷 雨水迷亡 好像香港那樣 他的十二個字 希望大家銘記心中 風景在你面前 還有很多東西看 1983年 或到2023年 時勢艱難 仍然留在香港 尊子在為甚麼 就是希望 繼續用他的專長 繼續看好的風景 不會走 這種精神 是很難得的 他知道有風險 不會自己騙自己 但同時也是 堅持做回他要做的事 而且他很好玩的 他畫不到漫畫 他畫不到其他東西 因為 世界上不只是漫畫 只是一切 漫畫是他的專長 那他就發揮第二個專長 他說 例如編一部 香港漫畫歷史書 我這就是尊子的想法 你看不到漫畫 就編一部 香港漫畫歷史書 其實尊子已經編了好幾年 他想慢慢做 花心機做 會有很多圖 但德國圖是沒有用 要告訴你 當時發生什麼事 背景什麼事 即是有一個 基本上一個事實文字的整理 明報宣布他專欄停刊 當日公共圖書館 已經立即將他所有著作 全數下架 一本不留 今次出版 是不是已經預料了 圖書館不會再上架呢 那麼專志 哈哈大笑 好閒而已 不下名又可以 改過名都可以 重要的是內容 你看 是無我的想法 他不會有自私的想法 問到這個時代 時代編書意義還在嗎 他說所有歷史 無論是街頭拍的照 或者專題研究 我們通通通過這些事情 認識自己和地方 身份認同是由此而來 要珍惜這件事 每個人都做少少 組合在一起 就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 個個都說喜歡香港 你喜歡香港些嗎 只是這幾年嗎 之前香港發生什麼事 變成現在這樣 就算是看完不喜歡香港 都可以的 除了喜歡這個咖啡 這裡的咖啡 喜歡雞蛋仔 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很需要做紀錄 其他國家 每個從事文化工作 都在做這些事情 你看他多麼積極 多麼樂觀 多麼豁達 豁達 然後多麼無私 他在做很多的 我希望他能夠做好這本 香港漫畫歷史書 如果有機會在 世界各地出版 我覺得更加好 在香港出版 我覺得此路已絕 最適合出版 中文的 香港漫畫歷史書的地方 大家知道在哪裡了 OK 希望 台灣不會辜負你 我也都很希望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去提供 幫助 和人介 OK 希望大家都繼續努力去支持 留在香港的村子 留在香港的獄中人 小監獄 大監獄的所有人 希望大家關注 英國發生的 這一件很可悲的事件 也關注 被失蹤的 維吾爾的學生 希望大家 行公義 說真話 行公義 好憐 全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行 希望下一節再跟大家說 其他的新聞